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棵小树就是花椒树 花椒除了作为调料以外 它还有其他的一些用途 包括它的叶子和它的树干 可以说花椒浑身都是宝 我先来说说花椒的一些生长习性 花椒是洗光照、洗温暖和比较湿润的环境 但同时花椒也比较耐旱、耐寒、抗病性较强的一种植物 而且花椒对土壤的要求也不严格 比较贫瘠的土壤也能长出好的花椒 但要是把它种在肥沃的沙土壤里 那花椒的产量会更高、质量也会更好 除此之外,花椒树怕水烙 过多的积水会使花椒树在短时间内死亡 所以喜欢种植花椒树的小伙伴们 记得千万不能给花椒树浇够多的水哦 还有花椒树的引牙寿命比较长 它极其耐修剪 所以在冬季给花椒树大面积的修剪 也不会影响花椒树的产量 相反,修剪后的花椒树会长出更多的新枝条 那刚好花椒就长在新的枝条上 老的枝条是不长花椒的 在施肥方面,花椒树在一整年里需要是四次肥 第一次的施肥是在10月中旬 主要以粪肥为主 也可以少量的加一些粮甲肥 第二次的施肥是来年的3月下旬 主要以氮肥为主 但氮肥不可以过量,否则会造成土长现象 第三次的施肥是在5月下旬 主要以粮甲肥为主 这时施的磷甲肥主要起到饱果作用 使果实长得又大又饱满 第四次的施肥是在7月中旬 主要以磷肥为主 一年四次的施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那说完了花椒的生长习性外 我们再来说说花椒的一些用途吧 花椒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植物 早在2200多年前,也就是西汉时期 花椒已经被皇宫贵族用来建造房屋和宫殿 因为花椒可以驱虫和保暖 用花椒建造出来的宫殿称之为椒房殿 也是权力的象征 主要以皇后所居的宫殿为主 由于花椒子多,也有多子多孙的寓意 可想而知,在那个时期花椒的地位有多高 它是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 花椒除了可以作为调料外,它还有一些药用价值 花椒性心,有沙虫止痒,温中止痛,呕吐腹泻 和皮肤搔痒等治疗作用 那花椒叶也有同样的功效 花椒叶性热,有温中散寒,活血化瘀,缓解痛经 可促进血液循环 如果做食材来使用的话 做汤的时候,少放里一些花椒叶,味道鲜美 还有烙葱油饼的时候,往里放一些花椒叶,也非常好吃 说完花椒和叶子,我们再来说说花椒木 花椒树属于落叶小桥木 花椒木也是药用价值比较高的一种药材 主要治疗痔疮,膝盖疼痛,腰痛和萎缩性胃炎等等 因为花椒木不一生蛀虫,所以常被用来制作手杖 花椒树的寿命通常在4-50年,也有少部分的花椒树可以活到80年 花椒树的繁殖通常都以牵插手法为主 因为牵插可以提早挂果 如果用种子繁殖,生长周期要长一些 因为花椒种子比较坚硬,外壳又包裹着一层油脂,很难发芽 需要一些特殊方法,比如说用碱水来泡,把外面那层油脂泡下去 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处理,种子才能发芽 我这里有一棵用种子种出来的花椒树苗,今年是第二年,已经挂果了 我们到近前来看一下 通常用种子繁殖,需要三年的时间才可以挂果 但这棵树苗表现非常出色,两年就挂果了 不过要用种子繁殖的话,一定要用当年采摘下来的成熟种子 超市里买来的那种花椒是不能用作种子的,因为我曾经试过,根本无法发芽 花椒通常都在每年的7到9月份成熟,成熟后的花椒呈紫红色 现在这种青色花椒也可以食用,只是它的味道没有成熟后的花椒味道浓郁 我说了这么多,大家对花椒的了解是不是又多了一点点呢? 如果有条件的话,快来种一棵吧 那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们还喜欢我的视频,请帮我按个赞,并订阅我的频道,花果庄园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并订阅 转发 打赏,并订阅 转发 打赏,并订阅 转发 打赏